为了奖励医护人员防疫辛劳 卫福部长寄出每人每日一万元防疫津贴 另外也有针对急救者任医院寄出防疫奖励 不过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指出 时隔数月有医师会员反应资金 尚未收到一到三月的津贴 工会指引是政府持发还是医院发放流程卡关 建议卫福部尽速拨款并公告发放医院名单 好让工会监督核发 那根据医师师最新的说法是 已经有核发的是比较中小型的医院 那我们不清楚说到底今天这个卡关 就是卫福部发放给医院的卡关的流程 到底是在哪里 对此卫福部回应 主要是因为申请医院多 金额也很庞大 必须细心处理 并进一步指出全国202家 急救者任医院 已在7月13号拨款6亿多经费下去 下周23号还会透过 健保署拨出11亿多团体绩效奖励 分配给496家医院工作人员 至于174家医师人员津贴部分 这周会拨以亿多分配到57家医院 剩下还没完成补建的医院会持续督促 那么医师人员津贴的部分因为申请的加速很多 174家 共申请了8亿9千多万 那因为每一家的金额差异也很大 那么因为这个需要核对 所以程序比较复杂 那么一个人名单有问题可能就要补建 就会延迟 医师施杂时筹梁强调 防疫津贴发放绝对重宽办理 为了避免产生争议 卫福部以全力加班加速审查 但具体核发时间 还得看医院补建速度而定 原始新闻 虎顺布拉瑞亚台北市采访报道